最近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正在各大威视同步热播,勾起了大家对经典的回忆和怀旧。赵敏是金庸笔下《古灵精怪》的代表,作为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女主,更是从颜值到演技都备受关注。 2019版,陈玉琪一般翻拍总是难以超越老版,所以,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观众们的期待值也并没有很高。但是播出后,反响却比玉琪要好,尤其是女主赵敏一出场,还是让观众相对比较满意的。陈玉琪扮演的赵敏,无论是从造型上还是颜值上,都非常的小仙女,非常的美。 撇开角色而言,陈玉琪的长相十分清秀,气质也颇好,和原著中的赵敏有些相似。尤其陈玉琪男装造型又有几分英气,所以还是不错的。演技上也是可圈可点,只不过还是太美了点,没有把赵敏的多元化个性展现出来。 2009版安逸轩安逸轩这个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,还是搭档邓超出演的,但是估计很少人看过这个版本。 因为当初该版本播出口碑就不大好,安逸轩的赵敏无论是造型扮相还是形象启智上,都比其他几个版本差了些。 贾敬恩和苏友鹏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,算是九十年代人心目中的经典,当年这部剧里云集了许多美女,也是受到了内地观众的喜欢。 而贾敬恩在剧中扮演的赵敏一角,更是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。贾敬恩饰演的赵敏美艳高贵同时睿智无双,也因为这个角色收获了内地的不少好评,从而被大家熟知,并且一路走红。 贾敬恩也是非常美的一位女神,她的赵敏也十分的古灵精怪,但是总觉得有些太过仙女气了。 2001版离子说离子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最为经典,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反驳吧?离子本身颜值就非常的高,出演一个美艳的角色更是很贴切。 最为关键的是,离子的眼神里都是细,让观众代入感非常强烈。 离子将赵敏的美丽可爱,狡诈刁蛮,执着任性,敢爱敢恨,豪爽不羁,含冤负重表现的淋漓尽日,神情举止让人上心悦目,百看不厌。 离子出演的赵敏这个角色,算是最小女人的一个,小妹的眼神十分的动人,一颦一笑都透露着可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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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